哈啰 又來到了禮拜二的學化妝時間 這一次我想教大家的是怎麼畫出好看的臥蠶 我的臥蠶筆我是選Clio的 這支香檳白我覺得它顏色很漂亮 這支是我目前最常拿來畫臥蠶的筆 通常在畫臥蠶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要營造那種蘑菇可愛的感覺 那種比較可愛的臥蠶其實是可以從眼睛下面這邊開始 然後可以稍微畫出一點點沒關係 差不多從這邊開始 然後畫的時候可以畫差不多0.3公分、0.5公分這樣 那下手盡量不要太重 可以慢慢的加上去這樣比較自然 然後通常如果比較想要無辜一點的話 我就會往後加一點 加到眼尾這邊 就是讓它整片都有過彩的感覺 整片這樣子 整片都有點亮亮的 這樣這個眼睛跟這支就已經有點差別了 從眼睛下面這邊開始 從眼睛下面這邊開始 然後慢慢的往後刷 可以畫出一點點沒關係 因為太細就沒有那種臥蠶的效果 那這樣你就有非常可愛又無辜感的臥蠶 有的人怕這邊兩兩 那有的人會怕這邊兩條 這樣看起來有點不自然 這時候你可以拿出像這種 鬆的眼影刷 然後稍微把它們暈開一點 就眼睛下面這樣子 掃開 這樣它的邊緣就會比較自然 那如果今天你是想要畫比較銳利感的臥蠶 不想要這麼甜美的感覺的話 其實畫臥蠶的方式就可以有一點不一樣 那如果你今天畫比較個性 有俐落感的臥蠶的話 我就會從眼頭前面這邊開始畫 畫的時候我可能是從這邊開始點 眼頭這邊 然後有時候會往上延伸一點點 然後細細的畫下來 我就不會畫太粗了 細細的 從眼頭這邊到這邊這個 有點像七字形這樣的形狀 然後我只會畫到眼睛的一半這樣子 這樣子整個眼睛會呈現比較細長 然後前面有一種開眼頭的感覺 就是比較銳利 另外一隻也是一樣 大家想好快你要去哪了嗎 我在想不要去信義區 但是感覺人會到多 可是我已經好幾年沒有回來台灣看101 等一下要看一下煙火欸 我都還沒有親眼看過 好啦 這樣整個俐落感的臥蠶就完成了 這兩種臥蠶我自己都蠻常畫的 就是看我當天穿衣服的風格 或是那天想畫什麼樣的妝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一次的教學 那馬上就要跨年了 希望大家都有個美好的新年 說不定我在信義區遇到你們 哈哈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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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吃 說不定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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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